这里是地处印度洋西部的一片海域 它与鸿海苏伊士运河一起 构成连接欧亚的黄金水稻 舰船两侧不时出现的海豚随不调配 给此颗宁静的海面增添了一丝活泼的气息 但是这种平静美丽的背后 却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凶险 因为这里是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当地时间2010年2月25日下午2点3分 几十只可疑船只突然出现在中国海军第四批护航舰舰编队 马鞍山舰弹雷达探测以上 值班人员立即向指挥组进行通告 当时我先上去看的 一看以后因为牧师已经能够发现 就在我们边队前方 大约五到六海里的样子 就看到密密麻麻海面上 反正都是 整个护航以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差别 根据对海盗行动规律的掌握 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亚丁湾东部 这里并不是海盗活动的高滑海 除此之外 为了便于行动 海盗袭扰和劫持的时间 也都选在光线较暗的清晨和傍晚时候进行 而现在是下午2点 就是说无论在时间还是区域 都不应该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海盗床持 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多少让护航编队的官兵感到一些紧张和压力 第一个感觉就 一下子就心就踢到嗓子眼 夸张一点头发都竖起来了 紧张的确实是紧张的 地方的商场背后穿过 也是非常紧张 随即指挥员们迅速将情况做了分析 判断此次大批可疑船只的出现 很有可能就是海盗的集团化作业 而这种作业方式也通常称之为狼群战术 狼群战术最早出现于二战时期 当时德国海军将领邓宁次 采取集中多艘潜艇 攻击一个海上目标的方法 袭击盟国的海上舰船 破坏海上运输线 屡战屡胜 使得盟军遭受重大损失 而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猖獗在索马里海盗 也突然采用这种方法劫持过往商船 使得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所以采用狼群战术 它就是采取集团化的攻击 对一个集群的目标采取集团化攻击 它的目的就是要冲乱你的队形 然后它可以对其中的弱者 对其中调队的目标进行攻击 此刻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危险 而让指挥员更加担心的是 他们正在执行的是 互动第172批商船的任务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自2008年12月26日 执行护航任务以来 所护商船数量最多的一次 面对海盗实施的狼群战术 如何确保三十一艘背护商船的安全 成了指挥员们最为头疼 其实在这次编队组成之初 只有12艘中国级船只 预先提出了申请 而其余的10艘船上船 都是临时申请加入编队的外级上船 根据以往的护航经验 单舰护航的船舶数量 应该控制在8艘 最多不已超过10艘 而双舰护航 则应控制在15艘以内 三艦护航时也不应超过20艘 但是此次负责护送 第172匹商船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却只有马鞍山护卫舰 和综合补给舰 千万不耗 两艘船实际上要担负的 是应该由5至6艘军舰 进行护航的任务 有很多的外国船舶 他都愿意加入我们中国的护航编队 中国海军第4批赴亚冰湾 执行护航任务的舰队 由马鞍山舰 温州舰和潮湖舰 三艘护卫舰和一艘综合搏击舰 千岛护号组成 而在第172匹护航任务开始之前 温州舰就已经接到 接护其他商船的任务 而离开了编队 此外就在编队启航的当天 潮湖舰也接到了 随时准备接护另一艘 被海盗释放商船的任务 我们护送了31艘中外船舶 而且护航的舰艇 只有我们马鞍山舰和千岛护号 这个压力 当时压力确实比较大 为了弥补兵力上的部阻 在编队出发之前 指挥员就分别在补给舰千岛护号 所在左路纵队的前中后三个部位 以及马鞍山舰 所在右路纵队的前后两个部位的 中国商船上派驻了特战队员 这五艘商船上 每周各派有四名特战队员 他们将执行随船护卫的任务 护航的兵力特别少 那么在队形编排上 在兵力的部署上 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 争取派出尽量多的随船护卫的队员 到我国的船舶上 但是派遣特战队员 执行随船护卫任务的前提条件是 背护商船必须为中国船只 这就意味着 19艘外国商船上 并没有中国海军特战队员 他们只能是随着编队航行 那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将怎样确保这19艘外国商船的安全呢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突发情况 指挥员们对舰载直升机机组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保证没有特战队员随船护卫的商船 能够航行安全 直升机每隔一小时就会起飞 在编队上空进行观察 即使在甲板上着陆后 也并不开进停机库 直升机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 那么我们基本上在航路的过程中 都会在重点的时段 重点的海域 保持直升机的高度戒备状态 就是保证一旦有情况 它能够迅速的起飞 此外 在队形的排列上 也做了细致的安排 按照常规情况 一路纵队最为灵活 但是这种一字长舌阵 对船舶数量有一定的要求 一旦超过八艘 队形就会拉着破刹路 而无法前后照顶 那么按照这个规律 此次三十一艘商船 似乎应该排成四路纵队 但是四路纵队 又会不会带来队形过宽 转向不够灵活的问题 再三考虑后 指挥员们决定 采取三路纵队 每路十一到十一艘商船的队形 这样既避免了两路纵队队形拉得过长 不易照顾首尾船只的问题 又避免了四路纵队队形过宽 转向不够灵活的问题 然而 虽然中国舰艇编队 为执行第172批护航任务 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部署 但突然出现的大量可疑船只 还是让指挥员们的心头掠过了一丝紧张 为什么会紧张呢 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说 我们护航编队的每一个官兵 他身上都有一种责任 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背后船部的安全 就是因为有这种责任感你才会紧张 但是这个紧张也就是瞬间的事 瞬间就转入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 根据雷达显示 大批可疑船只正处在距编队前方五六海里的位置上 虽然他们此时并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一旦可疑船只忽然发动马力冲向编队 后果将不堪射下 指挥员果断下命 兼载直升机 客战队员及各个火力点 以最快的速度全部倒退 按照这编队周围所调求 发出了战斗警报 然而就在这时 海面上舰艇编队和可疑船只之间对峙的形势 突然发生了变化 随之一来就更紧张 为什么呢 他在一分钟之内 迅速的从一大群的目标之内 分出了大约有二三十多个快艇 以极高的速度向我编队迎面冲来 它的航速 我们当时估算了一下 大约在二十八节左右 相当快 航速二十八节 相当于以每小时五十二公里的速度前进 这在海上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 它快没关系 如果是同向运动 它再快我们也没有关系 主要是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就是两个航速的叠加 此时舰艇编队的航速是十一节 这相当于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 而可疑快艇迎面航行 每小时五十二公里 这样一来 彼此双方靠近的速度 实际上达到了每小时七十二公里 那么五海里的路程 实际上就是六到七分钟的时间 对于一个有两艘军舰和三十一艘背护商船 组织的庞大编队来说 要想在短短的六七分钟内调整队形和方向 根本来不及 那些快艇它的运动机动速度很快的 机动性也比较好 转弯一转就过来了 非常快 但是我如果说我们今天想掉个头 什么就要拐半天 不是那么灵活 六七分钟后 可疑快艇就将抵近舰艇编队 除了按照原来的部署 命令所有火力点 以最快的速度全部到位之外 指挥员们本想令马鞍山舰全速航行 为这些快速逼近的小艇 实施一个拦截步 将其打在编队之外 然而考虑到马鞍山舰全速航行 很可能对舰载直升机的安全起飞 造成影响 因此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施 直升机起飞跟我舰艇呢 航速它是有限制的 它不是说我舰艇随便的机动 或者随便的什么航速下 直升机都能起飞的 而对狼群攻击来说 直升机的空中优势极为明显 它灵活机动的特点 必然会在驱离可疑快艇的战术中 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小艇的移动速度 似乎比预先估计的更快 二三十条快艇转瞬间就闯入了护航编队 对所有背后商船形成了巨大威胁 三五艘一片 有的咱们七八艘 甚至还有两三艘 它不等 它就是冲击我这个编队 此刻 这些可疑快艇 在左路和中路纵队中间快速移动 从画面上看 商船与商船的间距非常大 这种距离 似乎不仅给军舰护航带来了困难 也给可疑船只的进步 留有余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通常 远洋商船体积较大 操纵性较差 在海上的航行不够灵活 因此 为了保障商船的安全航行 船与船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 在这次对商船进行编排时 无论横排还是竖排 都采取了兼具为发炼的办法 也就是 船与船之间的距离 将近1.5公里 假如 我背后传播 动力上有个问题 它要是进行修理 我突然呢 有种 这个舵要失灵 就要影响我 面对其他的航行安全 此刻 舰载直升机已经顺利起飞 马鞍山舰也全速前进 迅速逼近 可疑处置 当时距离呢 有的大概两链到三链 也就是400米到500米左右 由于小艇数量众多 且分布的海域极为分散空空 因此马鞍山舰虽然可以通过发射信号弹和震宝弹 对其实时警告 但是军舰的灵活程度 毕竟不如小铁 它只能在边队的一侧 进行前后机动 而在另一侧 千岛不好补给舰 和一直等待上级通知 随时准备前去接护 另一艘辈士商船的潮湖舰 也早已加入了行动 在各自的区域前后机动 随时保持警惕 而刚刚升空的直升机 也已经展开了距离可疑快艇的行动 我们看到当时的 他疑似船之类的情况 他在那比较多 他看哪里 我们在空中观察 哪里比较集中 或者是他有可能 看到他有那个 像哪个商船有那个挑衅的意识 那我们要赶紧过去 集中在那里盘旋一下 我们直升机上两名特战队员 一名负责就是说 我们当时直升机上 对于机枪吗 他负责这个机枪的操作 对 还有一名队员呢 就负责这个警告去 打那个特种弹 信号弹呢 这个爆炎弹呢 闪光弹呢 同时直升机组 把对海面上 可疑船制的数量情况 快速报告给了指挥员 狼军规模如此之大 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洁 48艘就加上母船 和这个高速快艇 有48艘 母船呢 可能有12艘左右 高速快艇有36艘 从空中看去 这些可疑船制的移动 似乎显得有些无序 他们在编队中来回穿梭 却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 难道他们是在寻找什么破绽 而据资料显示 训练有素的海盗 仅在三分钟内就可以完成登上商船的动作 一旦他们挤持了人质 背后商船获救的希望将会十分秒 情况异常紧急 给我的感觉就是在那等待司机 寻找这个最佳司机 他好像想登船的感觉 指挥员们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立刻向编队内所有商船进行了通报 我们在编组一个船队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商船提出要求 遇到可疑目标攻击的时候 应当怎么样处置 但是商船船员毕竟不是军人 面对如此众多的可疑船只 他们已很难保持冷静 商船上的人就简单的不行 然后他们出去都不敢出去 更加糟糕的是 几十艘可疑船只 已经移动到了编队的左侧 左路纵队的前方 出现了个别船只 偏离航线的状况 有险了他们向右侧偏出类型 有险了他们向左侧偏出类型 这个情形顿时让指挥员们 更加紧张起来 因为偏离编队的 正是那些临时申请 加入中国护航编队的外国商船 如果这些船只继续偏离纵队 他们很有可能让可疑船只 找到登船的机会 为了尽快解决外国商船的困境 指挥员迅速命令直升机组 对左路商船周围的可疑船只 进行驱离 随即直升机快速飞向 左路纵队的上方 并将飞行高度从500米 降到200米 继续跋涉 信体 但是这些可疑船只 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 仍然徘徊于左路纵队的周围 实践紧迫 为了确保外国商船的安全 按照指挥员的命令 马鞍山舰上的客战队员 向可疑船只 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随着机枪子弹 向可疑船之周围的射出 最终他们停止了 向背户外国商船的靠拢 并一度有些混乱 从我们来说呢 它感觉 它有一种无序的一种状态 它有着穿过编队 进行这个 有着高速机动 有着折回去 又折到编队当中去 但是这些可疑船只并不甘心 他们没有就此离开编队 而是成群的 将编队的左后方进行 起飞以后 对它进行驱递 发了信号弹 打了爆装弹 它就是在那 好像是跟你周旋上的 它不脱离编队 整整一个小时 这些可疑船只 一直围绕着护航编队航行 但是在军舰 舰载直升机 和特战队员的 高度警惕和驱离下 他们彻底放弃了 狼群攻击的行动 兴兴而返 中国海军护卫的 大型编队 继续开始了航行 背护商船上的船员 终于输了一口气 第二天 一艘中国商船 与马鞍山舰上的指挥员 取得了联系 他们就自发的 这个说 我们要升国旗 要唱国歌 要向我们的护航编队 这个表达敬意 向我们伟大祖国的 繁荣昌盛 这个表示祝贺 两点半 准时是倒计时 六十秒准备 然后三十秒准备 十秒 五秒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奏国歌 升国旗 国歌的声音 通过高频放过来 很清晰 很清晰的 在护航官兵的眼里 保护商船的安全 是他们来到亚丁湾的使命 这种使命的完成 并不会因为过程的艰难 而有丝毫的改变 2010年2月27日的下午 第172批护航编队 抵达了安全海域 就此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 索巴里海域 书写下来又一篇 令人无比自豪的篇章 三千里 慢慢穿上去 速度进英雄汽车部的前世金山 那里有神秘族教 山川 绚丽方黄 更是中国军人 地奏传奇的神秘战场 那滚滚车轮 刻印着人民军队 走过的沙丧碎人 更是忠诚勇敢的汽车兵 声声不息的战斗欢歌 CCTV军事纪实 三路设置组 2010再出发 在茫茫雪线 与汽车兵一路同行 十几大型电视纪录片 新川藏线传奇 近期播出 应对截持民航飞机发动的恐怖袭击 武警客栈精英进行反截机训练 拨入基层时 弹架落地究竟是哪回事 搜索掩幕 有为什么让射击高手迈不动节目 真实进入一场严酷的反截机训练 军事纪实下机播出 反截机突击组上机